另外呢警方也要法办的是香港古惠仔饭店餐厅霸桌情节 这回是在台中上演了 明明这家的快草店呢 有很多的客人在那边吃饭 结果一个一个被强迫买单还请出去 连员工都要说 跟他们讲 哦 不好意思 这个有黑道要来瞧事情 不只是客人 连员工都被赶了出去 警察到了现场呢 霸桌闹事的黑衣人已经离开了 不过隔天呢 店外监视器都被喷上了红漆 真的相当的嚣张 他们昨天早上七点坐现在了 快点快点 怎么不叫我们来 敲杯撞盘 数十名的古惠仔摆出耍赖姿态 就赖在餐桌上不肯离去 害得用餐客人全被赶到茶餐厅外苦苦等候 不用买单吗 不过我们这班兄弟也不习惯是霸房餐 正义剑出面解决如此霸桌恶行 电影古惠仔 龙争虎斗的类似情节 也在台中一家知名热炒店真实上演 杯盘狼集全摆在桌面上 三杯鸡炒青菜部分热炒料理 甚至只吃了一半 在18号的晚上用餐时间 传出了15名嗨艺员 依序进入热炒店 强迫民众买单清场 有员工的家属跳出来指控 说年关将近热炒店积欠薪水 因为没有领到钱 他们那么辛苦赚了钱 上个月 前一晚的霸桌风波持续延烧 热炒店外部分监视器被泼上了 红漆恐吓一味浓厚 但为何霸桌呢 店内员工一早来上班 看着这般景象 也是乌萨萨 黑衣人在这草店闹事 到底是为了索讨员工的薪水 还是为了事情群聚谈判 霸桌事件让业者生意难为 更把用餐的民众吓得逃之夭夭 中文字幕王乔张俊东台中采访报道